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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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有什么病啊 没毛病 我跟你说啊 人家那只猫没有毛 就是这个品种 知道吗 再说了 人家养个猫 爱着你什么事呢 怎么不爱我事 那猫多气啊 不抓耗子 天天跟我家狗死磕 哎呀知道吗 那天我抱着我家狗去美容 美完容以后老帅了 你知道为啥吗 为啥呀 我带着你的照片去的 男样 整完以后活脱一个你呀 小区邻居都看了 说哎 你这狗不是洞灵美男 赵刚子吗 结果他家猫上来 一爪子 给葫芦城前顺帮人的 哎 你去我去 不是 赵刚刚你就平衡 我跟你说华华 我得跟你说个事 你前回来 你给你家狗美容的时候 你别带着我的照片去 那我带谁照片去 你带谁 你也不能带我照片去 你不帅吗 那你带就带吧 谁带美啊 谁带美啊 对不起对不起 花下华 来来 我跟你商量商量 咱这有规定 这楼道里面 不许摆这些杂物 赶紧把这些垃圾都收拾了 好不好 大美刚才说了 脏乱差最容易自身 你停 你两个眼睛 在脸上是摆设呀 我家门口脏乱差 那他家门口是啥呀 你告诉我是啥 这样 好不好 花下华 你先把东西收拾了 完了我让大美也收拾了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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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我先收拾 你让他先收拾 他收拾完我就收拾 黄晓黄怎么回事 一跟你提的事 你就说大美 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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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提咋的了 赵刚子你怎么回事啊 大美咋的 比我漂亮呗 大腿比我长呗 说话就比我好使呗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别忘了 你可是有富之夫 我有富之夫 我跟得老鼠有什么关系啊 得老鼠是得老鼠 有富之夫 这有富之夫 干什么玩意 有什么 黄晓黄 叫谁呢 对不起大美 我把老鼠匙子 先放你家门口 凭啥 是这样啊 那个大美 我觉得黄晓黄说的 也是有道理的 你看你们家门口 也脏乱叉 我家门口脏乱叉 你我的妈 那我家跟他家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跟你讲 就他家那狗 老讨厌了 出门根本就不拴绳子 上个礼拜 我抱着我家猫 去那个美容院去整容 整得老成功了 你猜为什么 等会儿 不会是也带着 我照片去的吧 不是 好 小区宠物店 有你照片 我说就照着这个整 整出来 我家猫老帅了 我抱着他小区里 一走啊 别人就说 这完全不是 赵刚子的弟弟吗 我正美的时候 然后他家狗过来了 刮一爪子 拍成钱顺风了 白花钱了 你说我生不生气 我告诉你大美 以后你给你们家 猫整容的时候 你不能用我的照片 明白不 为啥 不为啥 你就不能用我照片 那你不是帅吗 那你就用嘛 好 我跟你说啊 黄小黄 谁 不是 那个大美啊 这样 你先把你们家 这个垃圾也收拾收拾 好不好 不收 他先收 我再收 大美 你们俩人怎么回事啊 你收你的吗 你跟人家有什么 你老说人家黄小黄 干什么呀 对不对 人家黄小黄 平时还是不做的 你走一个黄小黄 又一个黄小黄 你没完了 什么黄小黄 什么黄小黄 咋的 白白 甜的 傻白甜的 我告诉你赵方 你不要忘记 你是有父之父 我有父之父 怎么来了 我有父之父啊 我一来他们俩才是说 我有父之父 我有父之父 我跟带号子有什么关系 也带号子是带号子 有父之父是有父之父 该成了玩意 有父之父找你们几个礼物了 怎么了 这有父之父这是 大美 好 出来 咋的了杠子哥 让人啥呢 什么干啥呢 都生气了 谁刺激你了 有父之父刺激我了 哎呀 我说你再瞎吧 哎呀 但没剪 哎呀 哎呀 你视频又漂亮了 腿又长了 哎呀 你是不是瘦了 我跟你讲 你不能再瘦了啊 我好几天没见到你 我都想你了 我也是 哎呀 真是的 我告诉你了 哎呀 我的妈 哎呀 我的妈呀 别表演了行不行 太假了我都看出来 你是来干啥的 我逮号子来 逮住了没呀 没逮到 没逮到 你吵着啥呀 谁吵着啊 你跟我说有耗子 然后我就来这逮号子来 完了你就跟我说有不知夫 完了以后你就跟我说 搭长嘴 搭长嘴 有不知夫 完了以后你就跟我说 搬完钱 搬完钱 我有不知夫怎么着 有不知夫跟逮号子有成为 逮号子 逮号子 有不知夫是有不知夫 这儿咱们都冷静下了 平复一下啊 哎呀 那个环环 你跟我说 耗子在哪儿 耗子长什么模样 是你跟我说有耗子的 那谁跟我说的呢 我 对 大梅 你跟我说 耗子在哪儿 啊 什么啊 耗子在哪儿 啊 什么啊 我就问你耗子 长什么模样 哎 你这有意思 俩耗子站你跟前 你能分清掌声吗 那我就问你 你看那耗子它多高 多胖 三位多少 这真是疯了 干什么玩儿 我说耗子 你看着这干什么 你看我干啥呀 没看见 没有耗子 我跟你说 我看见你这大耗子 啊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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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你们俩的心里边 二十万 哎 怎么怎么不漏了 不是 我刚才给你大姐夫打电话了 可能他上去给修好了 哎呦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 他就是个傻子 哎呀 回来了 哎 谁是傻子呀 你 你就是个傻子 我问你干嘛去了 不是 楼上家小黄漏水 我去把水渣给他关了 啊 小黄回来了 没回来呀 没回来 没回来 你怎么进去他家呀 没办法 我把他门给他撬开了 你把人家门撬开了 哎呀 你可坏了我的大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他把水都漏到咱家来了 我打算要装修一下 这最少得二十万 这可他好 还没泡透呢 哎呀 他不是还没回来呢吗 没回来呢 赶紧 你去他家把房门再打开 他再泡回来 啊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我缺德 赵刚子 我不是吓唬你啊 我不是吓唬你啊 你撬人家门 你那是非法入宅 你撬人家门 你就是溃探人家隐私 你撬人家门 你让我损失了十万块钱 哎 等等 怎么你还损失十万块钱呢 他漏水 他全责 本来是二十万 现在还没抛透呢 钱说话 你损不损呢 我损 小黄是什么人呢 啊 我告诉你 你等着吧 等着他回来 你撬人家门 吃不了兜着走 我回来 赵刚子 兜着走 哎呀 你跑回来了 是你跳到我们家门吗 啊 你脑子进水了吧 啊 我脑子没进水 你家进水了 你进我们家门 你告诉我了吗 你叫私闯名宅 你叫窥探别人隐私 啊 我是什么人呢 我一个单身女子 你没进过我的雨水 你就进了我的门房了 我以后还怎么当女神 我告诉你啊 你得陪我 你陪我 你陪我精神准时费 物质准时费 名誉准时费 我跟你说 小黄你放心 你这辈子当不了女神 你 我跟你说啊 你家这个水 我必须得关了 你没看多大的水啊 家里边家具全泡了 你那是红木的 这多少钱呢 要你管 你看哪家也漏了 回头让你赔 我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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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刚子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物业啊 物业 物业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今天暖气湿水呀 怎么没通知啊 我们物业提前三天 就在大门口就已经公告了 公告 你意思 我这么忙 我还去看你的公告 我出门就下地库 进车我就出大门 你意思我嘎 一小游还看一看 今天公告上写什么 什么玩意儿啊 哎呀 你说你这个人呢 我就知道你可能没看 我还专门给你个人发了个微信 你看看 我回了吗 没回 没回就代表我没收到啊 没收到你就要继续发呀 那我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你要一直发呀 发到我回为止啊 我回了你才能吃水呀 那你为什么不回呢 我前天手机就丢了 那我发一辈子你也收不到啊 别跟我当了啊 赵刚子 我是业主 我一年交给你们那么多物业费 你不忙那你给我干啊 你那意思我们干物业的 还得活出去来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啊 赵刚子 你碰见我这样的业主 你算是命大的 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能活到现在就算长寿了 你才明白啊 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情 你们物业是有责任的呢 那要这么说也是有道理 对吧 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 你这这这 你等会吧你 你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呢 你冲什么大头啊你 我告诉你 乌业有你 乌业都得关门 他他他他待着 换天啊 谁喊的 这大中午的不睡觉 你知道美容教 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 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 谁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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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的 不是我 啊 你咋不承认呢 到底谁 你咋不承认呢 你可以 你我 谁喊的 谁喊的 谁 我我我 你喊的啥 不是这句 你再说一遍 你爱谁 爱谁 爱谁谁 你不是冲我喊 你喊我名干什么 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你这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 以后谁还敢追我呀 你这不是毁我吗 不过你喊得挺好听 你再喊一遍呗 那个方黎姐 我喊得不行 我老是喊得好听 他他 你都教的啥了 表白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明白 你是不是觉得吸收包 有谁给你 你语重的小话 有谁给你打 你爱吃这三些馅饺子 有谁给你包 你委屈的泪花 有谁给你操 啊 这个人就是你啊 啊 这个人 你就是向女孩表白吗 大美姐 你误会了 那个我老师吧 教我个人表白呢 我就拿你练练手 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你拿我练手 我是能随便拿人 你刚才说 你说今天是什么 西西情人节 今天是情人节啊 啊 那我明白了 你俩大众 为啥在这喊了 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绝对是偶然 你俩啥也别说 那个我就随便 打你名练练手 随便 随便 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 面对真爱 我怎么能痛苦共念 那个大美姐 我和我老师吧 就有点练表白呢 你看你这是什么 谁表白不重要 重要的是向谁表白 啊 不可能 要不是钱帅芬 为什么 她发信息 对 钱帅 为什么是你发的信息 情况是这样的 大姐夫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非要带着爸去泡温泉去 带着爸去以后 爸就晕堂子了 大姐夫哪见过什么世面呀 一看这种情况 手足无措呀 没办法 想起了聪明的我 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第一时间赶紧 赶到了澡堂子 啊 到了澡堂子以后 大姐夫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妹夫啊 你可来了 哎呀 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了 我先撤 然后大姐夫是抱头鼠窜呀 我是稳弱泰山呀 我一一把事情都处理完了 给你们发了微信啊 大姐关键是我结的账啊 因为我结账 所以说大家都认为是我带着爸 去洗的温泉 哎 大姐 哎 这会听清楚了吗 哎呀 所有的事都是我大姐夫干的 哎 大姐哎 哎大姐 哎 咋的了大姐 你等他回来的 好好好 哎呦 哎呦大姐 太好了 保持这个情绪啊 我现在就叫大姐夫去 把大姐夫找来你向他开爆 啊 太好了 大姐你消消气你这是干啥呀 你开不开 大姐 你消消气 哎呀 我的天哪 别拦住我 编个故事可挺难呀 哎呀 我找我大姐夫去 哎呦 快快快 顺风啊 顺风 哎 咱爸怎么样了 咱爸咱爸没事睡着了 你说你顺风你可真行 我咋的路啊 你说你没事 你带着爸泡什么温泉的你啊 不是 朋友不是给了我一张卡吗 等一等 钱顺风 那个卡是不是明天就要过期了 你再说 你看看你看看你 我都知道你干这一出你 不是大姐夫 那卡是要过期了 但是里边有一千多块钱呢 我一个人去洗 去洗秃鲁皮了也花不完呢 我就想带上爸 这样呢 爸也舒服了 钱也花完了 这不挺好吗 两全其美 哎呀 你怎么这么傻呢你啊 你带爸干什么呀 你带着我去 对吧 钱也花了 我也舒服了 多好 对 就是你去的 等会儿 我什么时候去了 刚定的 你带着爸去泡的温泉 哎 钱顺风 又来了是不是 咋的啦 又给我挖坑是不是 哎现在挖坑的时候都懒得挖岸坑了 直接挖明坑是不 我就问你这坑你跳不跳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坑还别说你了 我爸让我跳我都不跳 行 你不跳是吧 怎么的 废话我也不跟你说了 来自己看 赶快乐 去水房顶一下 这是爸的意思 叹气 叹气 这活他结了